真言 婚姻就是我要的 你刚好有而已 欢迎来到小文老师爱情心理学的世界 本堂课的主题是 婚姻中的交换 本堂课的内容有三个部分 第一 婚姻也是一种社会交换吗 第二 我们来学习两个新词 专业词汇叫做比较水平和替代选择 第三 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 随着时间变化的幸福感 亲密关系难道也是一种社会交换吗 婚姻 人们像购物一样在人际商商里浏览 我们在寻找回报最大成本最低的人际交往 那么亲密关系或者说婚姻也是一种社会交换 主要呢是情感交换 我们只会与那些能够提供足够利润的伴侣保持关系 什么叫足够利润 我们稍后会跟大家分享 我们来看一看婚姻中的回报和成本 回报 什么叫回报 你在婚姻中所想得到的一切 能够带来满足感的事情 比如说物质上 我能过更好的生活 情感上 我孤单的时候有人陪伴 对不对 这都是婚姻的回报 那成本有哪些呢 是你在婚姻中不想得到的经历 有心理负担的事情 比如说金钱 花销 担忧 对伴侣的不满意 遗憾 你取了白玫瑰 不是放弃了红玫瑰 对不对 那么婚姻的结果来自于哪 回报 减成本 我们得到的 减出我们付出的 对不对 结果有多重要 结果得分高 就是婚姻满意吗 就会婚姻稳定吗 问题来了 如果一个人 结果是五分 一个人 结果是两分 我们来猜猜看 谁更幸福 谁不会离婚 好 我们来看一看 两个专业词汇啊 叫做比较水平和替代选择 先来看一看比较水平 比较水平啊 说的很艰涩啊 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的期望啊 它是衡量我们婚姻满意度的标准 比如说你的结果啊 你这个婚姻的实际结果 大于你的期望 你满不满意 你肯定满意 对不对 比如说你在前一段感情中受到的伤害 你本来就是随便结个婚 相亲看了一个勉强合适的结婚了 你对这个婚姻期待为零 对不对 这个婚姻可能结果也很一般 你的结果比如说是两分 就是你那个两分啊 但是你的期望是零分 怎么样 你的结果依然是满意的 对不对 那么如果你的婚姻实际结果 比你的期望要低 你可能是不满意的 比如说你和你的老公啊 从大学时候就相知相爱啊 爱情长跑十年结婚 你对婚姻的期望值很高 对不对 我们经常看到的 王子和公主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但是呢 其实你的婚姻本身实际上 这个结果也还不错 比如说是五分 远远高于前者的两分 对不对 但是你的期望是十分啊 所以说怎么样 你还是会不满意 婚姻的满意度 取决于我们的比较水平 也就是婚姻的期望值 第二个标准叫做替代选择 替代选择是衡量我们婚姻 是否长久的标准 我们看一看替代选择的A 如果其他的关系 能够带给我们更好的收益 即使我们对现状很满意啊 我们可能也会离开现在的伴侣 我们想一下一个问题啊 人们真的会离开不错的关系 或者婚姻吗 说实话不一定啊 如果说诱惑更大 比如说替代选择的价值更高 人们可能离开的决心会更坚决 但是离开现有关系 也会带来很大的成本 这会大大影响 移情别恋的收益 比如说有形资产 财产的分配 还有很多心理上的负担 比如说困惑的孩子 怨恨的前配偶 失望的父母 以及不解的朋友 我们来看一下我的前半身里面啊 我的前半身里面呢 如果说这个替代选择没有出现的话 是吧 他们两个人的婚姻状况怎么样 子俊和前夫的婚姻状况 其实没有那么差 当然也有一些小矛盾 其实没有那么差 他们是会能持续的下去的 但是可能一个更好的替代选择啊 对于前夫来讲出现了 所以这个婚姻产生了裂痕 我的前半身里面有一句金句啊 叫做 在男人的类型深处啊 都希望怎么样 老婆是老婆 情人是情人 永远像两颗行星 保持着三万光年的距离 大家可以平行运行就好了 因为离开成本也很高 不离开 我又很想去寻找新鲜的关系 对不对 好 再看替代选择的B 即使对现在的关系不满意 在没有更好的替代选择之前 人们也不会脱离现在的关系 这个可以用来解释这一条 叫做 为什么很多人愿意待在一个糟糕的关系中 不愿意离去 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我们的接盘侠呀 好 分享了这两个概念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看啊 我们亲密关系的四种类型 首先 我们所有人都追行的 幸福又稳定的关系 是吧 什么叫稳定 没有什么替代选择 什么叫幸福 满意度很高 对不对 然后稳定 但是不幸福的关系 这个时候我们的婚姻不怎么样 是不是 我满意度很低 对不对 但是我还没找到替代选择 没找到接盘侠 这个时候还是稳定的 再来看那边啊 幸福却不稳定的关系 我们两人感情其实很好啊 但是我们两人各自魅力太强 在外面也各有诱惑 对不对 这就属于幸福 但是可能随时会破裂的一个关系 然后看最下面啊 最差的叫做又不幸福又不稳定 我又没有满意度 我又各自在外面有了怎么样 替代选择 叫做不稳定又不幸福的关系 我曾经看过这样的一个说法啊 说怎么保持这种幸福又稳定的关系 有一个作家这样写了一段话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他说 为什么我的关系 幸福又稳定呢 第一 我跟我老公都很懒呢 而且我发现啊 我老公表现的一般是吧 我也好不到哪去 挺相配的 我满意度挺高 第二 外面的诱惑少啊 没有什么替代选择啊 对不对 我老公又不是公安厅长 所以不会有一个高小琴跳出来 对不对 所以这样就会带来幸福又稳定的关系 我们再来看一下随时间变化的幸福感 假如你中了大奖 变得很富有 你会很快乐吗 问大家这个问题 可能很多人都想过 如果我中了500万 我一定比现在快乐500倍 真的吗 其实呢 在一段时间内啊 中奖者会因为生活的水平改善啊 我现在可以买豪车了 对不对 而感到非常高兴 有一句话叫什么 何以解忧 唯有报复 但是不久后 不久后 最多六个月 他们会习惯富有的生活 他们会认为一切理所当然 好像我生下来就有这么多钱 随着预期的改变 他们会怎么样 越来越不开心 他们的开心度会先增 然后下降到原来的水平 当我们的结果 大于比较水平的时候 我们会满意 对不对 但是如果我们的期望啊 就是我们的比较水平和结果一样高 无论结果多么好 是不是 我们也不会满意 假设你找到一个完美的关系 我找到了一个这样的男人 又霸道 又秦深 又学长 又猛宠 对不对 你的伴侣非常的好 是吧 漂亮 聪明 富有 温和 是不是 他满足你所有的梦想 这个时候你的结果很高 对不对 你每天都能看到他的笑 对不对 但是一段时间后 你习惯了这一切 你觉得你天生就应该找到一个这样好的 对不对 然后这个时候怎么样 结果没有变 对不对 你还是这个伴侣和你在一起啊 但是你的期望值变高了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怎么样 随着关系的发展 你的满意度在下降 一旦你习惯了完美伴侣 你会发现 你在这段关系中得到的愉悦 要比原来小得多 我们看一看婚姻满意度的走势啊 随着时间的流逝 大多数婚姻啊 其实很多人会天真的认为 我们的婚姻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好 但其实不然啊 其实大多数的婚姻的实际感觉并不太美好 因为我们的怎么样 期待会升高 但是结果啊 那个人可能始终就是那个样子 对不对 我们甚至会有一个七年之痒 对不对 七年这个地方 大家要痒一痒 结论来了 婚姻中确实存在着社会交换 第二 比较水平决定着我们婚姻的幸福感 而替代选择决定着我们的关系 我们的婚姻是否能长久 关于婚姻中的交换的分享就到这儿 期待着下节课和你们的重逢 谢谢大家